美食說一千千 今天要來開箱壽司郎 現在是假日的早上11點 拿到的號碼牌是341號 預計等待的時間是25分鐘 不過依照之前的經驗 要再加上60分鐘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來拍第三次了 第一次的時候收音出了問題 然後60塊的飲料 第二次就是 沒有錯 沒想起沒電啦 一起吃可以 一起吃可以 這是第三次 希望 希望不要等太久 對 就是這樣 GO 終於進來了 其實等的時間我看一下喔 現在進來的時間是11點33分 其實好像誤差沒有很多耶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來的話 最好是早上的第一批或第二批拿到飄 就不用真的等了那麼久了 上面這一排是你點菜的時候 它會送過來專屬於你的那個線 下面這一台的話就是回轉的 它的芥末是在台上的 所以你記得看到它的手要趕快拿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撕完芥末之後啊 像這種袋子你會不知道丟哪裡 不好意思… 旁邊這個 這個應該是煎茶粉 然後壽司長那邊呢 壽司長那邊 壽司長這邊呢 它也是用螢幕的點餐方式 好多… 這個是鮭魚 口感還不錯 吃得出鮭魚的甜味 可是它的油脂沒有很多 我其實比較喜歡鮭魚 它的油脂是豐富一點點的 大千生鮭魚好吃非常多 因為它吃起來油脂比較豐富 而且比較會有那個鮭魚的甜味 其實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中腹跟大腹比起來 其實我比較喜歡中腹 非常完美 因為我第一次吃的時候很驚豔 因為我覺得它入口即化油脂又很豐富 而且還有它的甜味 鮭魚大腹 它的鮭魚大腹一樣也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可是我覺得口感跟味道來說 我比較喜歡中腹 這一個是水煮熊葉蟹 它熊葉蟹的甜度非常的夠 而且肉其實還滿多的 這很好吃耶 強推 好吃… 這個是紅甘 我還滿推薦大家來的時候 可以點一下紅甘 因為我覺得吃得出魚的甜味 干貝 它的干貝口感超好的 而且是有那種鮮味的那一種 不過它後面會有一股茶味上來 這一個是鮮蝦三罐 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 這個是生蝦乘三 口感還滿好的 它不是那種Q彈的那一種 是軟嫩的那一種 然後吃起來還滿新鮮的 可是我覺得沒有蝦子的甜味耶 再來的話是我喜歡的刺蝦 這個 它這個刺蝦的肉還滿大片的 烤梨仔大片 天啊 也太好吃了吧 請拿一點刺蝦 接下來我們來吃鮭魚卵均煎看看 還滿飽滿的耶 雖然說沒有很多顆 好吃 而且沒有茶味 我有尷尬 因為很多那種鮭魚卵 不是咬下去的時候 它鮮味會直接在你嘴巴爆開嗎 它沒有 它是淡淡的鮮味在你嘴巴爆開 不然那種就是一咬下去就整個炸開 你會覺得說 欸 這是一個小宇宙的感覺嗎 這是酪梨鮮蝦 洋蔥是不會辛辣的那一種 然後酪梨的味道非常的香 可是我覺得就是普通 不過吃起來滿清爽的 接下來是茶碗蒸 今天的鹹度剛好耶 因為我第一次吃跟第二次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茶碗蒸的那個 海鮮的那個鮮味太重了 所以以至於你吃起來 我會覺得很鹹耶 然後這個 它這個貝類超大顆的 我們來點一些有的沒有的 好 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的飲料啊 你只要付60塊你就可以一直喝 可是我其實不太建議大家點耶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來吃的時候 就喝那麼一杯 60塊 就掰了 看你啦 接下來是長崎鮪魚 透明透明的感覺 你看 這樣看得到我嗎 好啦 我有點異想變開 它吃下去的口感非常好 就是一咬下去也是直接就化掉的那一種 入口即化 它口感真的很好 瘋狂用點餐的方式 因為它的用餐時間其實只有一個小時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羅勒赤蝦 這個好吃耶 它吃起來那個羅勒味會淡淡提出它的那個赤蝦的鮮甜味 好棒耶 因為其實我之前來點了很多它其他調味過的生魚片 我覺得它的調味的生魚片都重到會蓋住魚本身的甜味 可是這個完全不會耶 你要吃一個嗎 好 蛤 它說那是我的 那這不是點給我開的嗎 它的鮮蝦天婦羅真的很好吃 你看它的蝦子其實滿厚的 我們就把它歡送出去吧 天婦羅綜合拼盤 它那個香菇很好吃耶 不會有那個放很久的那種很難咬的那種味道 這個應該是南瓜 紫蘇葉 好吃耶 好吃耶 可是這個榨葉子就是淡瓜油啊 還以為是我的 製造味很香 而且它鰻魚的口味也是甜的那種好吃 你吃得出鰻魚本身的甜味 這個是吉祥鰻魚 底上鰻魚有點脆耶 這個不湯 這個不湯 這是羅勒鮮蝦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調味太重 以至於你完全吃不出蝦子本身的味道 雖然說它這一個的蝦子本身也沒什麼甜味 冬葉蟹膏軍艦 它這個蟹膏完全不會吃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它這個生章魚長得很值得拿耶 這是生章魚 OK 非常普通 全部都是紫蘇葉的味道 玉子燒 我本人非常的喜歡吃玉子燒 有柴魚味可是蛋味非常的重 跟我想要那種玉子燒味道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我不在意 我室友也是個喜歡吃玉子燒的人 這個是鹽味牛排 太鹹了 太鹹了 這個太鹹了 這…喔 炸蝦烏龍麵 我已經來三次三次都會點它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非常的好吃 今天的調味好像比較淡一點點 他們炸蝦真的很好吃 它那個炸蝦的那個麵液啊 它完全吸附這個湯汁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甜 燒中 超燒的 這個是麻辣赤蝦 吃起來 我其實非常喜歡它的赤蝦 原因是因為它的赤蝦吃起來會甜 可是我覺得麻辣赤蝦 麻辣的味道啊 是完全蓋過那個赤蝦本身的甜味 所以我個人覺得 對我來說啦 來吃一下北濟貝好了 你知道怎麼要吃它嗎 因為這是石蝦最流行的 烟雲的那個花法 這北濟貝的側面很像跑車耶 煨煮多翹耶 沒有什麼味道 好 我們來點最後的甜點好了 我們來點草莓雪花冰 在等的過程中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前兩次心得 我第一次點芒果雪花冰 這邊可以上那個 第一次點芒果雪花冰 我覺得它的芒果雪花冰吃起來就是 就是它的芒果會有點假假的 不過它裡面有一個 長得很像珍珠的口感 我覺得很奇妙 就是你一壓下去 它會直接在你嘴巴爆開 再來的話第二次點的是生乳雪花冰 只能說就是牛奶的雪花冰再配上煉乳 就是百搭 再來這次點草莓雪花冰 看一下味道怎麼樣 哇 草莓雪花冰的煉乳味也太重了吧 哎唷 就是它 就是它 芒果雪花冰跟草莓雪花冰 都有這個一顆一顆神秘的東西 就是它一壓下去裡面的水就直接爆出來 我會願意為了這個珍珠回購這兩個 那真的很妙耶 這個口感 不過可能因為草莓不合的季節 所以它的草莓很酸 嗯 結帳的話旁邊有這個 壓一下就好了 你們可以看得到嗎 來 把它分一下 吃完了 然後整體來說我覺得生魚片大部分都還滿好吃的 可是比較可惜的是它的調味的生魚片像 我剛剛吃的麻辣刺蝦那一類的 調味口味過重 所以以至於你會吃不太出魚本身的甜味 我覺得這點比較可惜一點點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點數 欸 你三百塊再一次點 所以就意思是說你一個人 你今天就算在這裡吃了九百塊 你一樣只有一點 然後它三點可以轉扭蛋 所以基本上你要來排三次對才吃得到扭蛋 再來的話就是它APP的等待時間 因為我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時候 誤差時間都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今天是第一批來等的話 它誤差時間就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就是真的要等第一批 不然你真的會等到生氣 再來的話就是APP的時間 雖然說你可以看到目前叫的號碼 跟預計要等待的時間 但是晚上六點多過的話 它其實那一個你就完全查詢不到了 我其實有問過我其他的朋友 然後他們說他們也有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不確定說是單一個案 還是其實它到六點多都會這樣 所以提供大家做參考 再來的話就是這邊的品項確實比較多一點點 山魚片我覺得比較好吃 但是就是因為它等待時間真的太久了 所以如果不是為了拍片 其實我不會想要來吃第二次 我室友其實比較喜歡髒壽司啦 然後我也比較推薦如果你是親子的話 也是比較推薦髒壽司 因為它五盤你就可以玩遊戲 其實小孩子可能會比較開心 這部影片上的時候 中華店應該已經開了 希望到時候不用擔心的講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拜拜 我第一次跟第二次來的時候 一個是下午一個是 一次是 一次是 一次是